以西结书 第33章 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他听见绞声不受警戒 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 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脚 以致民不受警戒 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 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 人子啊 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我对恶人说 恶人啊 你必要死 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 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 他仍不转离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 人子啊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你们常说 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因此消灭 怎能存活呢 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呀 你们转回 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人子啊 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 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 至于恶人的恶 在他转离恶行之日 也不能使他倾倒 义人在犯罪之日 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 我对义人说 你必定存活 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 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 再者 我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 他若转离他的罪 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 遵行生命的律例 不做罪孽 他必定存活 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 必不被纪念 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 必定存活 你本国的子民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 义人转离他的义 而做罪孽 就必因此死亡 恶人转离他的恶 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就必因此存活 你们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呀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 审判你们 我们被掳之后 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有人从耶路撒冷 逃到我这里说 城以攻破 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 耶和华的灵 降在我身上 开我的口 到第二日早晨 那人来到我这里 我口就开了 不再接没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 亚伯拉罕独自一人 能得这地为业 我们人数众多 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吃带血的物 仰望偶像 并且杀人流血 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 你们以仗自己的刀剑 行可增的是 人人玷污临舍的妻 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 你要对他们这样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在荒肠中的 必倒在刀下 在田野间的 必交给野兽吞吃 在宝杖和洞里的 必遭瘟疫而死 我必使这地荒凉 令人惊骇 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也必止息 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 无人经过 我因他们所行 一切可憎的事 使地荒凉 令人惊骇 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人子啊 你本国的子民 在墙园旁边 在房屋门口谈论你 弟兄对弟兄彼此说 来吧 听听有什么话 从耶和华而出 他们来到你这里 如同民来聚会 坐在你面前 仿佛是我的民 他们听你的话 却不去行 因为他们的口 多现爱情 心却追随财力 他们看你 如善于奏乐 声音优雅之人 所唱的雅歌 他们听你的话 却不去行 看哪 所说的快要应验 应验了 他们就知道 在他们中间 有了先知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